主流产业选股数 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理财悠悠班的直播频道 今天是礼拜二上午4点半 主流产业选股数 我今天没有lag 我们欢迎产业队长张杰大哥 嗨 悠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产业队长张杰 老师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先跟大家聊聊 上礼拜讲的主题 就是联发科的漏重理论 OK 好 那今天 因为上个礼拜 我们跟大家讲说主流改型的预测 所以上一次 我们第一个部分是讲的是生技股 那教大家尽量避开之后呢 第二部分我们讲的是 这个联发科的供应链 那我们来回放一下 今天回放就可以 回放一下 今天回放这个 影片 谢谢 给大家看一下 谢谢 好 想测 庸置 吃饱座 那 文言文叫做顺藤多瓜 或是产业链分析 那我们今天就请大家回放 本片 然后四年五十节 哈哈哈 金元检测的 例如说探针卡 探针卡的检测试剂 好吧 那我们停在这个页 那原则上应该是这样说 如果大家对于整个相关的这个检测试剂 或者是联发科的供应链有兴趣的话 我建议大家第一个先回放我跟佑佑上礼拜 7月14号的直播 那当然最后的时间是比较短的 那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想要看相关的这个报告 可以上老师的网络的文章跟老师的视频 那这个部分会有相关的佑智跟旺系 那当然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在我们赢家这个数位订阅 事实上像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像这个佑智跟旺系 我们都持续的 持续的都在研究跟追踪 包括这个 我像这个同学 6月24号我们就已经在深入研究了 那当然过去 过去的绩效不代表未来 只是说我们在上一半有讲到佑智跟旺系的联发科的 天机不可泄露的商机 那这边也是我们这个 赢家群组的同学的对账单 22% 是他这个63张 那当然这是过去 因为佑智今天要涨停要创历史新高 他这个损意的数字是往上的 那这部分是给大家了解 这个真实对账单的一个分享 给大家互相勉励一下 也谢谢这位同学 所以如果上一半有看我们直播的 麻烦帮我按赞分享 这个部分呢 这个有看佑智有看旺系的 帮我们按赞分享 那第二部分 我们上礼拜 这是今天的 所以一样 这个整理只是过程 大赚早已决定 原因是什么 决定在哪 决定在你挑产业选股票的时候 所以 什么股票是主流 涨最多的股票是主流 什么股票是最强 创新高的股票是最强 所以创新高是最强 涨最多就是主流 你说得出股票的故事跟未来性 还有成长性 资金就会 资讯就会引领资金 所以上个礼拜看了我们的直播 你就会发现大的资金在整个 联发科 台积电 甚至是所有的这个大的主流的里面 在寻找 所以大的资金跟随的是趋势 趋势一旦成型 基本上 技术分析的分析者 筹码分析的跟随者 都会涌进 这个就是我们 聊产业趋势 聊个股的故事的重点在这里 原则上是这样子 那当然 整个 研发科的茁壮 带出来的5G晶片越来越贵 这个所谓的Wafer Testing 包括ProCard 包括ProHead 还有这个Robot 还有所谓的Socket 整整的整个 联发科的七宝粽当中 四颗粽子里面 包括旺锡跟 这个 有些是能买 有些是不能买 那当然我们来看一下 包括旺锡 虽然也被关 今天还是大涨 这个部分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部分 详细的情形 我们就留给数位订阅 那我们继续来往下来看 上一次还有提到过 这个部分 一样 上一次的直播 是一万多个人看 所以其实有一万多个人见证 那这一次一样 其实 有看我们直播的 应该就只有剩下升华科 所以这一次的生计类股 其实主流改全意测 在我的脸书上面 6月4号就跟大家说 外资回补 主流改全意测 那事实上基本上每个礼拜六 每个礼拜天我都有跟大家解盘 所以希望还是有帮助到同学 那举例 如果你的生计类股 例如说这个 我们来看这个合一好了 合一的部分 它是连续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根跌停 那因为涨的速度比较慢 跌的速度事实上是很快 因为四百七十五块跌停 一根是跌多少钱 四十七 好漂亮 是吗 所以这个很快的速度就会跌 所以这个资金的移转 就跟变新的前男友跟前女友一样 再也回不了头了 所以短时间 等一下会跟大家讲 整个生计类股的何去何走 但原本上如果你们有看老师的直播 基本上 就会发现 选股跟选产业差别就在这里 例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四四三一的闽城 这算还好 因为口罩是还有在用 所以好的股票有些跌很惨 有些没有跌那么惨 例如说这个认证 一直迟迟没拿到的这个保龄 就是往下跌 那像这个 简单说 我们今天就不讲上一次的了 那上一次提到过的这个 申华科 我们看六四九二 申华科昨天涨停 今天又大涨 基本上这又回到所有的均线 所以原则上应该是这样子 应该是这样子 在行情好的时候 是体温计 生计初选很热 什么都很好 跳进去闭着眼睛买都赚大钱 每个人都是股神 但是在行情震荡的时候变成体重基 你要知道你的股票的价值 股票反映现在 例如说台积电很强 对不对 但是它有可能一下子涨到三千块 五千块六千块吗 不可能 你要知道你股票的股本 股票的成长性 股票的EPS 殖利率跟你的本益比 这个就是产业队长能够帮助你的地方 所以在体温计的时候 大家都是股神 没有问题 但是在体重基的时候 真正有没有专家能够帮助你 真正剩下该剩下什么股票 例如说昇华科 昨天大涨今天也大涨 那昇华科我们稍微补充一下 昨天有一个新闻 叫做这个5461 也就是说昇华科两颗重点的药 一颗是4945 这个可以治COVID 这部分我们之前已经提过了 那我们的主流产业选股数 也有录一个视频 大概半个小时 这一颗5465 它是用PARP的抑制剂合并使用 简单说 这颗药不是 它自己独立出来 可以治别的药 这一颗药是跟 辉瑞药厂的PARP抑制剂合并使用 合并的威力更大 什么叫做合并的威力更大 简单说 它对于所有不具 BRACA基因缺损的肿瘤 具有抑制效果 关键在于 所有 那简单说 这我知道大家已经觉得很复杂了 这一个 辉瑞最终把它挑出来 跟它的这个PARP抑制剂使用 简单说 就是例如说 大家都试了普拿藤 对 我今天告诉你 这一颗药5461 跟普拿藤合在一起 疗效乘以3倍乘以10倍 你会发现 哇 普拿藤是这么普遍的 或者是这个东西 你就会发现这个是 一年要10万块 一个月疗程可能要8000多美金 10万块是300万 对 所以辉瑞跟这个 申华克这一颗药 合并使用之后 还跟他说你做实验都不用付钱 这个被人家却贫重险的时候 昨天就 就涨停了 那我教大家怎么解释 你们看这个新闻 第一个什么是PARP 你们把它搞清楚 第二个 合并使用 还有不具Blocka基因缺损的 所有的肿瘤 还有辉瑞 好 结论 这颗药叫做 左手只是辅助 如果看过灌篮高手 你就会知道 左手只是投篮的辅助 可是有了这一颗药之后 你们要了解 这个所谓的这个 不具Blocka基因缺损的肿瘤 很简单的说 这一颗药会变成未来 非常非常多 很重要药的辅助 像辉瑞是很大的药厂 是 这个东西只要能够合并使用 自治这个 社护腺癌 基本上 社护腺癌也是 前几大很重要的这个 这个癌症 癌症的这个关键 一样 赢债坚持胜债追踪 在关键的时刻 主流资金移转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 收看老师的直播 或者是这个 老师跟又又的直播 这个 还是谢谢又又 上一次我们直播 点阅人数创新高 是因为小瓜呆头吗 我不知道 是因为可能 我跟又又吵架的关系 还是我们有新的说梗 逆群众心理 顺势场的心事 逆群众心理 是因为一直吃螺丝的关系 好 所以 今天你没有吃螺丝 对我今天没有吃螺丝 不行 好 那我们 第二个部分 讲一下大盘 大盘的部分 今天大盘大赏200多点 是 没错 那原来算 还是一样 这个 记得按赞和分享 点阅 好 那我跟大家解一下大盘 大盘指数 基本上 过不过12682 已经不重要了 那为什么不重要 我跟大家说 因为你买的不是台积电 对 买的不是鸿海 买的不是台塑士堡 买的不是中钢 所以一个台股 两个世界这一次颠倒 ODC回到月线之后 做一个适度的一个反弹 或不会再过高 这个部分 我们继续观察 所以你要挑对股票 你要挑对产业 例如说 我们来看 今天教大家怎么看大盘 所以很简单 又又看大盘 看几年了 我年纪这么轻 我只看了 看几年 好 简单说 我遇过很多学生 他们总是跟我说 老师 盘式分析 我很懂 我看了30年的大盘 我跟大家说 打麻将不是 但是年纪大的人做下去一定赢 对 没有错嘛 否则赌膜 成金层就不会输给 这个周润发嘛 对不对 所以看大盘要看到骨子里 要看到你懂 你们要把八大类股 九大类股 OTC跟上市贵分开来看 好这个是 生计类股 OTC的生计类股 已经都跌破月线 这个是 不会过高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上市贵的 电子类股 回到了575 跟大家解释 这个什么关键 回到了今年商业的历史新高 这个部分换算回来 已经回到12682 所以台股过不过12682 是赏户在看的 你们要盯紧的是 真正你的产业 真正你的股票 否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会涨的股票 你不敢买 敢买的股票 它不会涨 你一直在这个 不会涨的股票里面 悠游股海 一点都不宜蘭制的 这就是你挑错产业 挑错股票 重点会是在电子股 电子股六大派 合宫光明顶 六大派合宫光明顶 昆仑派 空洞派 我没听过的 你少来 你真的没听过 武当 耳梅有没有听过 少李也没听过 没有 好吧 那我自己cue自己 少一派 我看一下六大派是哪 六大派 六大派应该是还有 华三 华三派 简单说 整个电子股就是主流 你的股票一定要创12682 所以你不用去在意 到底会不会过12682 那个是给卖菜的赏户去认识 老师要不要过12000 so what 例如说你如果前一波 你做到我们的联发科 联发科的西保重 你的股票早就已经过12682 早就已经创历史新高 老头也不回 所以原则上下一段的主轴 六大派合公光明底 就是电子股 升级的股要做休息 请大家把握 最强的股票就是电子股 那我们上次解过 最狂的法人 就是投信跟外资 所以今天 听完老师的直播之后 倒一杯红酒 饮一杯最狂的酒 让自己变疯狂 最疯狂的行情 就要找最疯狂的这个 基金技能出身的这个 产业队长来帮你 那好我们赶快大盘解完 等下讲最疯狂的资产股 这个部分是11000点 这十字线的右边有没有明显的涨 有 有 农资也是明显的增加 那农均明显的在衰退 所以 虽然跟大家说六大派 和空光明顶 但是还是一样 你一定要找到两种类股 两种类股 一种不能碰 因为现在的赏户很多 动不动 回来回市的这个跌幅会很深 所以第一种股票叫做本孟比的股票 这个部分行情已经回不了头了 那你第一个 本孟比的股票就是 大家在财报公布之前 把题材这个炒上去 这个部分你要小心 而且你随时要有接受回档的那个心理准备 因为你要做这种股票 这是第一种 所以很简单 饮一杯疯狂的血 然后随时做好撤退的心理准备 那撤退难不难 事实上不难 因为 我们除非像又又一样 他超几百亿的资金 撤退要卖两三天 否则电视机前面 这个摄影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跟我们一样 小资组 撤退 降低持股 其实几分钟的事情而已 大哥你这样讲 我出去坐捷运我会害怕 好啦 那不一样 你真的不会要降持股 是不是几分钟的事情 没有 几秒钟 几秒钟嘛 还要等收盘 那你等 零股是不是 还要等收盘 今天真的太厉害了 好 所以原则上是这样子 要做这个行情 就是要随时要 一个回马枪有心理准备 但是无妨 挑对产业 挑对股票 第二种类股叫做 超前部属股 所以现在的投信跟外资 包括美国的外资 全世界外资都 必须被迫着超前部属 所以进入到7月 你会发现 外资的报告 开始在估明年 开始在估下半年 Rot to road 四个quarter 第三季第四季 第一季跟第二季 所以你自己要 不要拘泥过去 财报的数字 你要超前部属 这个部分你要跟着 这个投信 跟着外资 找到最强的产业 最强的股票 我随便举个例子 台积电相关的股票 例如说前一阵子 施志成的 星云跟红朔 还有光阳科 台积电供应链在地化 就可以也带出一整串 甚至是我们上次提过的 联法科也是带出一整串 或者是很多大型的股票 只要是能够超前部属的 获利跟未来的展望能够好的 这个部分 都是我们未来研究的重点 例如说 我给大家看几个 大哥你刚刚说 有两种股票是 接下来就是尽量不要碰的 第一个是本孟比 本孟比的是 我是建议我们的观众朋友不要碰 那第二种是 第二种是可以碰的 不是不是 我是说这两种 我没有说可以碰不可以碰 第一种是本孟比 尽量不要碰 那第二种就是超前部属 你自己的观念跟你的 这个投资逻辑 多看一些外资的报告跟 法人的报告 你会发现 进入到下半年 大家都在超前部属 那尤其 像其实今天也蛮多 股票是第二季 第二季这个季报亮眼的 所以 投资有一个schedule 例如说 我们上次讲防疫概念股 从口罩 文强检测 世纪到新药 有四个schedule 投资很重要的是时间轴 大家要注意时间轴 例如说台积电 大盘可能在台积电法说前后 所以一直照着我们的直播 一定要看时间轴 会给大家推演 那很简单 现在进入到八月 有一个很重要的题材 叫做季报 第二季大家都work at home 所以是不是很多宅商机都有 对不对 所以 我们简单问一下又又好了 如果都宅在家里 是不是会打电刀 对 所以滑鼠键盘平板 这一些商机会不会比较好 会 还有PS3 没错 又又又讲到重点 我就讲例如说 现在已经出到PS5了啦 耀月太阳能 这个是做电竞的 3540的耀月 连续这个涨停涨停涨停 包括电竞的 包括work at home的 第二季季报 不是笔业 第二季季报好的股票 法人都已经在 杀 已经都已经在里面了啦 所以 你速度一定要快 速度一定要快 那 例如说mini LED 艾斯摩尔 台积电在地供应链 高速传输 或者是memory in logic IC设计 那5G手机 盖好基地台之后 需要散热 需要光纤部件 AMD商机 PS4 你看又又很厉害 PS5了 PS5 然后特斯拉 卫星等等等等 这个都是 随时而 需要去改变 那当然 很多观众朋友觉得 太累 或者是盘式变化的太快 这件事情 你们就 就交给最懂产业的 产业对象 谢谢 这里有QR Code吧 我是希望就是大家说 赶快让自己的产业 跟基本面的build up 起来 因为第一个 行情不会等人 那一样 大家也不会等你把 排纪念好了 才跟你打麻将 对 大家也不会等你说 我这个 我空还没开好户 大盘也不会等你 什么事情都 准备好了之后 才起涨 这个部分 比的是速度 比的是过去 谁脑袋的深度 认得上 就是这样 好 哎哟 剩十分钟 可以的 可以的 是不是 这个 对 不知道哪来的 倒数完 就十分钟了 好 所以我们进入最后一个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最强的资产股 所以 世界虽快 心折慢 如果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如果你的角度不够快 老师这个我也追不上 这个 那个我也追不上 那我建议你 例如说不妨回来看看 台积电 哇 今天又一根长红 好吧 台积电这段时间涨了60块 60块就是大盘的600点 所以台积电给观众朋友一个数字 今天占上了这个385 台积电赚了385 事实上 就也是过了12682 OK 所以今天383 今天383 我已经帮大家混算过 12682 台积电已经过了 是因为填全息的 不是 我意思是说台积电在12682的那个位置 就是385 所以很简单 这个大盘 理论上不是台积电跌 就是大盘一定要上 但大盘上不重要 因为你手上的股票要涨才重要 对 否则大盘一直涨 然后你股票一直跌 这个是没有用的 所以回过头来 整个 这个是台币 台币 台币是升值的 这个我们不用讨论 上数字来说话 台币升值 那整个大资产 大资产的一个 资金的移转 港资来台 入资来台 或者是台商的回流 我们上次提到过 台股失落的30年 12682到现在是30年前 1990年 没错 70 应该可能是70年 90 90 1990 一去大陆的资金有多少 你知道吗 不知道 有6兆台币 所以会很快速的再回来 因为中美贸易战关系 好 那这个部分就是 大家最熟悉的陌生人 什么叫最熟悉的陌生人 老师资产股以前都炒的啦 资产股以前都假的啦 事实上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市值 1903的市值 这个股票 汉地拔充 从50块 涨到90块 短短一个月不到 涨一倍 那谁能够告诉你 我跟大家说 6月14号 产业队长 的女儿告诉你 对 Emma告诉你了 市值哪里 我看一下我的贴文 我的贴文应该是有讲 市值哪里 嗯 我记得这一张 对 讲说市值会长到哪里 对 市值哪里 对 关键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 那些 还有啦 秀了很多次 市值哪里 这张也有 嗯 7月 刚刚是6月14号 今天是7月8号 对 市值哪里 所以我们来看 短短的在这个 那 当然也不是这样子 我们研究公司 不是这样 在我们主流财业选股数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想要 看老师网路上的文章 先跟大家解释 当然 还会再涨 我们才在这里讲 这个是这样子的 大哥你上面这个 一整排 你怎么知道你要点哪一个 好 我们来看 你都在脑袋里 好厉害喔 2020年6月23号 北投士林科学园区 推升市值静值上看91 大哥等等 这个是数位订阅的部分 数位订阅 这是只有订阅的同学 才能看得到的研究 6月23号 这么精准的告诉你 事后来验证 这个是6月23 23号 事后验证就是涨到95 拉回整理能不能再上 听我把故事讲完 重点在于 你有没有看老师的脸书 对不对 老师放女儿的时候 你有没有认真看 市值要长到哪里 老师跟你们说 当然脸书上面 也有一些对账单了 这个部分已经 我们来看一下 市值 1903 70章 看一下这个报酬令 这颜色我看不清楚 96% 有没有 96%的报酬令 有 这是96%的报酬令 所以你喜欢存股 你喜欢资产股的 不要错过我们 张杰老师的数位订阅 因为 真正最强的资产股 就在我们的报告里 这报告 零零种种讲了 快20页 那重点不是这个啦 重点是 我们也在脸书上面 有跟大家验证过 那跟大家解释 整个东区的门户计划 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 对 人多的地方赚不到大钱 逆群众心理 OK 顺群众趋势 顺产业趋势 逆群众心理 顺产业趋势 逆群众心理 顺产业趋势 逆群众心理 所以很简单喔 人多的地方 已经有很多股票已经反映了 对 包括上一次我跟大家提到 流发科的晶圆电跟系格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 可是网上的检测探针卡 没有那么多人知道 一样 东区门户计划 我们继续迷移的解释过 包括政策 包括商办租金的比较 我们中山区跟信义区的 商办的空置率 已经降到4% 5% 那北上广深的 这个办公室空置率 上升到两成 所以时间有两间办公室空着 简单说 这个不管是港资 入资 或者是中美贸易战 减到枪的资金 政策规划 土地成交量 这个去 五缺当中最缺的是土地 所以 资产股 包括工业用地相关的 包括商办的 这个金华城是不是拆掉了 是要干什么 我记得是干商办 商办喔 You are right 所以你看我们的商办 降到2.49 这个 一半难求 那 中国的商办 反而是飙高 飙高 所以一样 从大南港 公信国阳 国阳涨到29块 这个又又是国阳的大股东 在哪里 我的股票勒 那像台肥 这个我都讲过了 我的意思是说 顺藤摸瓜的重点 当然还有故事 这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就不讲 我们把剩下的时间 留给市值 我们把剩下的时间 留给市值 那我们来看 这个就是 产业队长的深度 包括整个 南港国阳公信的 这个都市计划的更新案 整个市铁共购 这个北流 都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计算 都帮大家算好 像太峰也是 太峰也是相关的 这个大家好像也比较不知道 太峰我们好像也没讲过 但没关系 太峰没讲过也 我们再补充 再给大家 那最后 最后三分钟跟大家解释 北市科 又有没有听过 有 北投士林科学园区 那所以 北投士林科学园区 是台北市都市计划 伟大城市的下一步 从东区门户的这个盖好了 那南港现在 一平房价也已经 办公室也 这个联抢买到一百多万 从南港往汐止 内湖的那棵 再到北边的北投 士林科学园区 这个部分 什么叫做天时地利人和 市值过去十年 从来没有涨过 就是在 产业队长跟大家分享之后涨 所以第一个 北市科有个TOD案 市长说要用最大的力量把这个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也就是公共建设发展的 这个东西把它盖好 他可能楼上有这个 我看一下几层 楼上有20层 楼下有这个六七层 好 如果 政策的引导到这里了 市林相关的土地资产 是不是可以一起来研究 可以 可以的 又又说可以的 社子岛是下一个市政府 好 所以又又又超前部署 再反而又错了 太超前 所有股票一定要在good timing 南港是在开始盖 开发世界民族的时候 去年从二十几块 直接涨到五十九块 涨到十年新高 真正 我们不用养地 我们不用养十年养二十年 我们真正要等的是good timing 政策到位 资金到位 开发到位 所以社子岛是下一个市长的事情 太早了 除了而言 真正的第三块台北科技走廊 叫做北逃士林科学园区 北适科 北适科 有没有建商进驻 跟大家说 产业队长已经去了五次 新中美桥的中顶工程 这一天还下雨 阴雨绵绵 古今仁咪咪咪唱下去 好啦 结论 不会唱 年纪差太多了 跟大家说抱歉 对 好 结论就是在儿童乐园 外双溪过去的这个天空馆 过去的这一个叫做 当然可能叫台北矽谷 或者是叫所谓的这个 新中美桥段的这个部分 中顶工程那时候买的时候 其实有到120 现在已经150、19 房地产涨价不就是大家抢 对 好所以这个部分已经全部被划顾 长虹江陵他们这些人买光了 好这个部分 过去士林基本上 过去三年都没有涨价 嗯 所以good timing 就是产业队长跟大家讲的 新中美桥段 另外一个关键密码 柯文哲 差点讲柯文哲总 准备要去选 他必须要有一些市政上面的迹象 例如说大巨蛋是不是已经解禁了嘛 对 那一样 在北四科这一块 开发完南港已经成功之后 下一个阶段在110年11月11号之前 还会有第二阶段的土地释出 好结论 科专计划整个北四科的一个科学园区的规划 不管会不会带进那么多人 我平常心跟大家说 也许 南港有软体园区了嘛 那大直也是有科学园区 也许北四科的科学园区一开始 不会带进那么多人 可是你们要注意一件事情 士林的文化底蕴 士林的文化底蕴 远远胜过于南港 士林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商场 士林他们可能会坐捷运 或者是开一点点一小段车到南西的星光山越 到搜狗的天母 那士林除了夜市以外 能不能自己盖一个商场 OK 士林不是只有夜市 士林不是只有夜市 所以在这个台北市政府的TOD案 他要去士林盖 那士林能盖 如果1903的士址 在士林夜市旁边有一块 九千到一万坪的土地 他们好好的规划 能不能做得跟南港一样 当然我们今天的时间也超过了 给大家留一个悬念 也许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补充完毕 但原则上 士林的这一块地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去把它研究 因为士林士林士子如林 什么叫士子如林 简单说就是士林的文风鼎盛 士林有很多学校 包括明川大学 包括这个东吴大学 包括阳明大学等等 士林有这个阳明国家公园 那有这个士林官邸 还有很多文教科学馆 市立的这个故宫博物馆 这个部分的文化底蕴甚至是天气 绝对不亚于南港 所以很简单 做一个结论 南港的股本86到87亿 1903的士子 股本是26亿 同样一块地那么大 开发的好 南港能够赚600亿到800亿 我认为士子也可以 所以有法人姑士子这块地开发成商城 开发成复合式的这个旅馆 然后住宅 商场住宅 还有文创园区 开发完之后 能不能撑起来 我跟大家说绝对是可以的 绝对是可以的 那撑起来之后 你们就会发现 这个贡献 对于士子 这么小的股本来说 股本26亿 贡献很惊人 那详细的数字 我们就留在网路上 老师的网路文章 在给大家 留在数位订阅上面 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享 那今天就是很高兴 跟大家分享整个资产股 以及上一次的联发科 相关的用资跟旺期 那就下礼拜见啰 大家掰掰 那就掰掰